陸股市只會長期熱衷各項公益 不定期都會辦理捐血活動 而因為距離春節距離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次捐血活動也邀請書法大師莊毅玲現場揮豪 讓捐血的民眾能夠得到一副春聯 提早感受過節的氣氛 因為過年要到了 然後藉著這次捐血活動 然後邀請我們玉琳老師來寫書法 讓民眾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春聯就不用到外面去購買一些春聯這樣子 就是捐血送春聯 今天就是來幫忙寫春聯 大概準備了75副 大家共襄盛舉 做好事就要不落人厚 許多民眾都相當有愛心 定期都會參加捐血活動 來捐獻自身的熱血幫助他人 這次活動在捐血的同時還能夠得到喜氣的春聯 因此民眾們也都很肯定活動辦理的用心 只要有捐血的時候都會上來 因為我覺得捐血可以為自己健康 也可以照顧需要要血的人 好 因為捐血可以促進我們的血液 新緣代謝嘛 所以我差不多有 時間到的話都會過來捐 捐血以後可以拿春聯回去 這樣生動很好 捐血以待就人一命 縣議員吳瑞芳也邀請鄉親 踊躍參與捐血活動來幫助他人 並也感謝陸股市指揮規劃活動的用心 讓這次捐血活動能夠這麼成功 陸股市指揮規劃活動來幫助他人 今天是在陸股市指揮劃活動的廣場 這個捐血中心 關火車來在這裡 希望可以讓我們的鄉親 可以發揮我們的愛心 現在會是很欠的 可以讓大家永遠來這裡捐血 發揮愛心 議長和宋楓肯定活動辦理的用心 也邀請民眾能多多參與捐血活動 來捐獻熱血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記者盧宇凱入股采訪報導